大家好,今天来到这个球场拍片 因为我刚刚和Terence拍完一个做运动的片 大家可以订回那条片的频道啦 但今天不是说做运动,而是说买车 前附近我去了看车,Margaret和Yanis 想买回车就比Margaret出方便些 我们和她玩都方便些 但其实想想下呢,我星期一至五呢 就上班又不空用车 只是星期六日才有机会用 有时又不想出街啦,可能有时都是落下留下 即是平均呢,我好出力用呢 一个星期才用得一次 一年又52个星期啦 我想我平均都是用40几次 因为有时去旅行啦,有时又懒出街啦 或者有时去尖沙咀,去一下附近 去一下沙田呀,城市广场呀 就不用开车的,因为那些地方 那顶了担心呢,一年用了40次 那我们经常讲投资呀,计算呀,怎样赚钱呀 那我就计算一条数啦,原来呢 一年用40次,大家知不知要花多少钱呀 我计算过呢,大约一年呢 买日本车要花10万,如果欧洲车呢 就12-13万,不等 那用回40次来除呢,即是每次呢 要用2500元的,即是其实你啊 我们出街啦,开车啦,那你是花了2500元一次的 还要你是跑数那样用呀 那跟大家计下,究竟这条数是怎样计出来的 那首先呢,买一辆日本车,我当你用够10年啦 10年新车,用到10年,我当它是零啦,不值钱啦 那日本车就平均三十万啦,对不对 上次看那架,丰田都三十万啦 那一年要三万元,日本车的维修是少些的 那头五年呢,应该没什么整的 那我当你换啊梯啊,整一下这些,整一下路啊 买一下这些那样呢,就每年三千元 那之后那五年呢,开始多你整啦 那我当它每年一万元啦 那如果欧洲车呢,就更贵一点喔 欧洲车,我当我买个Benz啦,威一点啦 Benz五十万,那维修就多一点啦 欧洲车,保买Benz 我当你十年平均除了一条数,每年一万元 那其实呢,日本车和欧洲车呢 就是欠这个数的啦 因为后面那些数呢,你什么车都是这么多钱的啦 那如果十年,就威足十年和十年都开丰田 那当然是买个贵一点啦,对不对 就是不是开很远啦,因为后面的数还很大 那牌费六千,保险三千,加上集费 我当一万一年,那停车场呢,我住红磡就很贵的 三千元一个月,至三千多元一个月啦 那十二个月加上,一年就四万 那你车你会开出街的嘛,对不对 那开出街我当,刚才说一年开四十次 我当拍一百元啦,不要计多啦 一百元乘四十次,即是一年呢就是四千元 那有钱都是因为开得少嘛,那一个月一千元啦 我当入油,我都不知多还是少啦 因为通常他们说一元至一个半一公里的嘛 那一个月开几次,一千元啦我当 那一年是万二元,那加上了呢,原来日本车呢 平均一年呢,就要花十万元 如果欧洲车呢,一年就要花十二万五千元 哇,你想想,一年是十万元,用四十次 即是二千多元,十万元可以买到什么 十万元可以买到十部iPhone呀 或者去三次日本加一部iPhone 或者,连上Yanis,连上Margaret啦 跟我们去两次欧洲,如果你不去欧洲的话呢 可以去美洲,可以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 一年是两次,或者一年一次欧洲 一次日本滑雪,再加多一次日本旅行 再去到台湾都可以,即是一年可以去几次旅行的 你买一部车,如果你买了一部车 或者你老公买了一部车呢 即是他牺牲了十几万一年,十几万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即是我们不是没钱买,你要花,都花到这块钱 但又好像不是很值得花这块钱啦 因为一年才用得那四五十次的 你每次花几千元就只大等于 那一年啦,一年就十万至十三万不等了 那如果刚才我说十年啦,十年呢,就是一百万啦 如果你计回福利息,即是我每个月这块钱呢 我是五千八至到六千多七千元啦 每个月我都是塞入银行的 那,留意呀,我还是未计利息的 我当你是一炮个给钱的 即是一开始我挤了三十至五十万入银行收息 跟着我每个月再寄六千元入银行 我当它有五%的福利息啦 那即是你买汇丰都不来啦,是不是? 你买十年,买领回买十年 那一百万等于百四万 如果你买欧洲车一百二十五万呢 就等于一百八十万 即是十年你是花了一百四十万至一百八十万 不但我还未计其他东西的喔 还有些是你买汇丰领回会升的嘛 你买楼呢,一层楼会升的嘛 我现在是计死数而已喔 即是纯粹算利息而已喔 未计你升值喔 那即是你买一辆车用十年 就等于放弃了买多一层楼的首期啦 如果计到这样呢 我立即打烧了买车的念头 因为我买了一层楼,我每个月有租收喔 是不是?三十年之后的一层楼就是我了喔 但如果我开三十年车 就等于不见了三层楼的首期喔 你想想 三十年之后我就有三层楼开手 有一层是供满,有一层是供了大半 有一层已经供了十年喔 如果我这三十年开车,爽了三十年 我之后就没了三层楼开手喔 每个月是收四五万元租喔 上一条片呢,我又说有五六万元租收 就不用你一国两制啦 自己喜欢去泰国,去台湾,风流快活,做皇帝都可以啦 然后就很多朋友和很多网友问 你讲呀?这么容易呀? 怎样做到呀?怎样有五六万元被动收入呀? 其实我那时都没有答案的 然后我想想想,又看一辆车 车这个就是答案喔 你只要不买车,这三十年都是搭车 没那么爽,即是那些人说呢 过了三十岁,男人没车,就真是很失败 那如果过了三十年之后 你没有三层楼收租,失败一点 还是你有辆车,开了三十年失败一点呢? 那当然,如果你是很有钱的 买玩具的,不要紧要的 但如果你买玩具的同时呢 其实你都是少了三层楼收租的喔 或者两层大一点的楼啦 那,香港买车真是一个很昂贵的玩意呀 我之前都和朋友讨论过 这个呢,就真是买玩具咯 那,一个很贵的玩具 一个男人的玩具 每年要洗十万至十三万不等的玩具 即是每个月要洗一万元的玩具 一万元每个月可以很多东西玩的啦,已经 你玩什么都可以啦,拿一万元去,是吧? 那当然,你可以说,停车长是可以省回的 但其实你买的车是没得省的嘛 那五万元是要付的嘛 你另外,有钱要付的嘛 排费那些要付,现需要付的嘛 那如果,我计算我反过来 我买Uber,我买到很豪啦 五百元一次来回,是吧? 五百元买很远的了,Uber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是吧? 那每个月买三次,买得很密啦 即是完全不买地铁啦 即是出街玩的人,只是买Uber,一年十二个月 一年十二个月,一千五乘十二等于二万元 你都省回八万,一年再加买车的钱啦,是吧? 即是一年花二万元,你怎么买都可以啦 给够你三万元,你喜欢怎么玩都可以啦 买Uber,买到你瘋了 即是,都仍是欠三十万,加每年七万 都没多啦 那呢,我经常去新加坡啦 你都知,因为我工作关系,经常去新加坡 那我就看一下,究竟新加坡出车贵点呢 还是香港出车贵点呢 那我问了新加坡的同事的比较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原来呢,新加坡经常说 买车很贵,很贵,很贵,很贵 其实呢,最贵呢,就是他们 叫做那个Certificate of Ownership 即是你新加坡买车呢 你除了买车之外呢,还要买一个合约 就是政府给你的,即是排费啦 就是用十年的而已,那它收你几十万的 那但是呢,原来用开十年来计呢 为何刚才一直都计十年呢? 因为新加坡那张设计呢,就是用十年的而已 那你十年来计呢,跟香港买车是差不多价钱的 那我看一下啦,平均呢 如果你买Toyota呢,就十五万波子 即是八十七万港元 如果你买价,好买Benz,就二十四万波子 就等于八四万港元,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有一个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不同的呢,为何差不多钱呢? 新加坡呢,买车那时收了你很大的钱 但是新加坡呢,它租车位呢,是很便宜的 新加坡租车位呢,是五六百港元一个月的而已 但是香港租车位呢,是三四千港元一个月的 引致有什么不同呢? 即是你泊车很便宜呢 你是可以每日都开车出街,每日都开车上班 因为上班那里泊车又很便宜的 又是几百元一个月 那你每日用呢,感觉上就价钱很多 所以呢,我又要延续上一条片那个了 我不是这个中港融合大使的 我真的很不喜欢香港的,因为 无论深圳大陆好,还是新加坡好呢 其实新加坡真的比香港好好 其实大家如果考虑移民,其实可以考虑移民到新加坡 我想说啦,你移民到新加坡,赚的钱差不多 如果你要出车,又是花差不多钱 但是呢,租楼是很便宜的,新加坡 租楼呢,我有些同学呀 上次去新加坡看赛车呢,那个同学来的 他是去新加坡做事,他不会回来香港的啦 因为新加坡呢,他租一层楼是万五元左右 你知不知有多大呀?过千尺呀 是大到痴线呀 他那个厕所呀,是大过我家的厅呀 你知不知有多大呀,大到是 他可以买按摩椅啦,那些滑雪板啦 全部周围扔,不用想怎样放的呀 因为那些地方多到你不用想的呀 他有一间房,然后有一间房是储物室来的 是大过我家睡房,只是给你摆东西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想起新加坡 其实我觉得新加坡几好 我想不到新加坡是不好的,相比香港 新加坡和香港有什么分别和好不好呢? 我们下一集找一集啦,再开个 topic来再谈 大家有什么觉得,有什么买车呀 新加坡香港的比较,在下面留言啦 那这就这么多啦,喜欢呢订阅、share 和like我们的影片啦,是这么多,拜拜!